大家好,欢迎收看伦敦在线 OPEC会议将至 这将对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找罗伯特默铁辅索寻找答案吧 OPEC会议马上就要来了 这一期的会议将会非常的重要 你认为OPEC制定的策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吗 因为夜延期的产量仍然继续保持着 石油价格会朝着他们预期的方向发展吗 是的,事实上石油的价格已经朝着他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了 但是其中竞争仍然是在继续等 同时在这其中也受到了地缘政治的影响 包括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竞争 例如夜延期的产量在持续提高 已经超过了最高纪录 这就是现在的问题 石油需求的变化 对美国以及加拿大的持续的生产产生了影响吗 你认为需求会持续的下降吗 当然,石油价格的下降 对石油生产国的产量有着很大的影响 如果石油的价格下降到50美元以下 那么将会大大的降低在美国和加拿大石油产业投资吸引力 所以,我认为石油价格的回升会提高OPEC的产量 同时也会降低美国和加拿大石油的产量 那么你对OPEC会议有什么看法呢 目前的焦点都聚焦在沙特身上 你认为OPEC会为了提高石油的价格而减产吗 我认为在这次的会议上 OPEC将会做出正面的选择 因为我认为石油价格的上涨 是OPEC其他成员国都希望看到的 除去沙特,还有伊拉克等主要的生产国 都希望石油价格上涨 虽然石油价格上涨的同时 也会保持液炎气的价格 以及目前石油的价格已经从55.1美元左右 上升到了70美元 然后又下降到了65美元左右 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 OPEC可能将会在这次的会议中 做出更多的保持产量的决定 所以说你认为产量仍然会保持在现有的水平 与此同时还需要给液炎气的生产造成一定的压力 对吗 是的 我认为它们将会保持3000万桶左右的产量 也就是说石油和液炎气双方的产量都不会减少 我认为价格还会下降 另一方面考虑到市场的需求 需求并没有强烈到增长的趋势 中国的大量购买是因为价格便宜 它们的购买远远超过了需求 剩余的很多都用来作为能源储备了 所以产量的提高将会降低价格 是的 那么你认为这次的会议将会对价格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价格将会保持在现有的水平 60到65美元一桶 中东的石油的产量将会对美国的股票市场产生影响吗 关于美国的股市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我们都看到了美国股市持续走高 并且它还有着持续走高的趋势 而产量也是一样 尽管很多人都预期结果将会是下降 以上就是本期伦敦在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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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